这是女人的天堂,一个女人可以拥有两三个丈夫,这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古老村落,就是位于四川、云南两省交界处的俄亚大村。 由于地处深山,交通极为闭塞,至今仍保留着一起多夫的古老遗俗。 俄亚大村的女性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,随意宠幸自己的丈夫,每个丈夫都有自己独立的卧室,随妻子的意愿等待宠幸。 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,这里的一妻多夫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,那就是即便一个女子拥有多个丈夫,但是这些丈夫却必须是一家人,也就是亲兄弟。 为什么俄亚大村千百年来会有这么一个奇葩的婚姻制度呢? 因为当地男多女少,比例失调,有限的土地只能养活一定数量。 一妻多夫不但解决了村里的光棍难题,并且还没有断了一家人的血缘,不会分家,人和财产不会流失。 大家就能富起来。 这也是当地人顺应环境,尊重环境的自觉选择。 可是,随着时代发展,村里的年轻人开始走出大山,接触新的思想。 一妻多夫这种传统陋习终会彻底消失在这里。 对此,你怎么看呢? 对此,你怎么看呢? 感谢观看